OK,今天晚上金融小课堂的内容呢,就如大家所见,首先讲的是价值股和成长股的一个板块轮动的问题,这其实是我最近几个月在聊股市的时候的基本面的时候啊,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板块轮动,为什么我要一直提它呢? 呢,因为说实话就是金融的这个经济周期的循环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导了我们的投资逻辑的,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整一个资产组合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将这个目前到底哪一个板块比较热门,哪一个板块表现会比较好这一点把它考虑进去。 OK,然后第二个领域的内容呢,就是2021年下半年的宏观展望了,这个基本上我每个季度都会做一遍啊,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一个报告呢,是和整一个下半年有关的一个报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篇幅呢,可能也会更大一点。 因为其实最近就是出现了一个在对市场来说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啊,就是美联储它加息与否的这个信号,呃,美联储目前给出的一个呃,说说明的说法呢,是说2023年说加息,然后什么时候结束量化宽松呢,是目前当下正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然后这两个事件就是何时结束QE,然后何时开始加息,对于我们金融市场来说啊,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会根据时间来看啊,就是分享一个个股福特汽车对于它的一个看法。 因为前段时间拜登是跑去了福特的总部给他们站台的,然后在他们是短线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上涨,然后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会跟大家再大概聊一聊福特的一个基本情况。 OK,S-EURO啊,我们每一次都会做一个免责声明,这个是监管上面的要求啊,呃,就我们go markets的分析师或者外部发言人所提供的信息呢,都是基于我们独立分析或者个人经验的。 我们所表达的观点或者交易风格呢,都只代表我们个人,不代表go markets的观点或者立场。 然后我们在今天晚上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啊,都是一般性的信息,不会根据您个人的目标或者财务状况或者需求。 但是您在做您的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您个人的实际状况来做决定。 OK,首先第一点先来介绍我们公司啊,我们可能很多老客户都已经非常了解我们了,你可以稍等个两分钟再接着看。 呃,我们go markets呢,是澳大利亚首家使用MP4在线平台的外汇券商,是2004年就开始取得了,呃,我们澳大金融,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照的。 呃,但其实公司的成立时间还要更早一点啊,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外汇交易平台的领导者之一了。 但是我们所能够交易的产品啊,远远不止于外汇,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却是一开始做的是外汇比较多,但现在是,现在呢,是能够提供股票,外汇,黄金,指数,石油,数字货币等等的一系列产品。 在这里面也离不开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啊。 然后我们是受澳洲的ASIC严格监管的。 啊,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呃,监管上面的这些相关信息啊,大家都是可以在ASIC的官网上面查到的,也可以查到我们的牌照。 其实对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者来说啊,就是资金安全啊,然后是受不受澳洲的监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啊。 因为目前市面上的平台很多,然后金融市场呢,怎么说,不能说乱象重生啊,而是有一些,有一些平台可能就,呃,会钻一些漏洞,可能会有比较不好的一个体验吧。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呃,就找到受监管的,安全的,有资格认证的这些平台。 像我刚刚提到的啊,我们是有提供外汇交易,黄金白银,全球股指,原油,股票,等等的一系列产品。 啊,然后具体的产品的信息呢,各位可以扫描右下角的两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手,来联系小助手们,询问相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然后我们最近呢,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奖项的,是被评为最佳的客户服务,还有,以及是最佳的教育课程。 然后我们也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官方合作伙伴啊,大家也知道,可能球迷知道啊,不是大家都知道,球迷朋友们,就是足球迷朋友们可能知道。 呃,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是刚刚赢得了欧冠的。 也是运气很好啊,就刚赞助了他们,他们就哈喽欧冠。想想切尔西上一次拿欧冠都是多久以前了。 上一次打进决赛好像都是08年的时候了。 然后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Eric,可能有一些老客户也对我比较熟悉啊。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是呃,Base on 悉尼的,我是GoMarkets在悉尼分部的分析师。 OK,那进入我们今天内容的正题。 呃,首先这个其实是最近被聊起来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是不是价值股的,呃,它的周期已经过去了。 啊,然后我们就在三月份回调特别大的成长股,是不是又在迎来了一个机会呢? 其实事事无绝对啊,我们就就就就来大概就仔细分析一下,就是这两个说法。 呃,其实这个说法的原因,大家也可以从近期市场上面的一个表现可以看得到啊。 自从三月以来,道琼斯指数,呃,道琼斯指数就是美国代表的美国工业板块的价,呃,价值板块的这个指数。 呃,它的这一段时间的盈利情况呢,是超过纳斯达克指数的。 呃,纳斯达克呢,其实就是代表了美国的科技,科技股门,是美国最大的一百家科技公司,呃,组合成的一个股指。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价值股就从三月份到近期吧,到目前为止都是价值股呃,表现是要优于成长股的。 所以成长股也就是那些科技股之类的这些。 然后在近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两个呃,股指的盈利,呃,怎么说呢,表现的那个gap是有缩小的。 然后是在前天的时候,呃,不是前天啊,不好意思,前两个交易日的时候,美联储不是发布了公告说要加息吗? 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当天晚上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下跌幅度是小于道雄斯很多的。 然后当时很多市场上面就开始有声音在说,当然也不是声音,不是最近才出现啊。 啊,但是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认为道雄斯所代表的这些价值股们,可能在本,在本一轮的上涨之中呢,就已经到了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可能代表了更多的未来的,代表了更多的希望了,代表了更多的人类的可能性的价值股们,啊,不好意思,呃,成长股科技股们呢,又再重新迎来了一轮新的上涨的机会。 这是两个观点的一个碰撞啊,就是价值股大势已去,然后成长股要成要重新当道了。 然后另外一拨人呢,则认为轮动还没有结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板块轮动,目前呢,依然是价值股是比较值得投资的,成长股呢,依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两派人马都各自有什么样的论点和依据啊。 首先是说,是提出成长股,是不是又行了?呃,其实这里面他们,呃,这一派人马呢,就是认为我们又重新到了一个成长股,科技股的一个投资周期了,又到了应该布局这一类股票的时候了。 那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呃,首先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呃,科技股和价值股之间的那个呃,呃,表现的一个分化是有所收敛的,就不像之前一直比较长的时间三四个月都是价值股表现比较好。 但是这一个差距啊,是逐渐有缩小的,然后他们就认为呢,价值股的性价比是有所降低的。 还有就是大量的机构在年中的时候进行调仓啊,因为前段时间表现好的价值股,就是很多机构是不断在增持的部分的,不断在增持的板块的。 然后一些机构呢,可能就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要止盈了,那这样子他就会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损害,或者说压制整个啊,价值领域的一个上涨。 然后就是疫情过后呢,服务型消费的增速啊,将要大于商品型消费的一个增速。 然后服务型消费,他就是代表着服务型消费的这些领域跟板块啊,大部分都是科技公司比较多。 然后在售卖商品的这些呢,大部分都是防御型的周期版啊,价值板块。 然后还有论点就是说,供需再平衡之后啊,商品的供给将会大于需求,然后对于售卖商品的价值股是不利的。 什么原因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就各方面的成本是在不断的上涨,然后各个商品的价格是上涨的比较厉害的。 然后其实很基本的一个经济学逻辑就是,当某一个领域或者板块或者说行业,他能够赞,就是能够赢取远超于正常水平的盈利的时候啊,是会有更多的卖家涌入这个领域的。 然后更,这就会自然的会导致供给上来,然后需求呢,就得到了满足,这样子价格呢,又再会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区间。 然后对于价值板块来说呢,如果没有这些超额的回报啊,那他们的盈利表现是会有一定的削弱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啊,价值股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因为近期的那个供给是在复苏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理由啊。 但实际上我个人是认为目前的这个复苏还是远没有跟上进度的,这个我在之后会再提到和聊到。 然后还有就是GDP增速放缓,但是仍将保持增长,然后再按照历史的经验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GDP缓慢增长的情况下,一般成长股的表现是会更好。 因为市场会更加的去追逐成长股里面的这些热点,在一个经济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呢, 然后这些价值股它的一个营收是没有太大的惊喜的,然后市场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惊喜。 然后一般这些惊喜呢,也是从科技股里面得到,从成长板块里面找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美股那些科技巨头们的市盈率啊,这个其实也是近期市场上面很多人开始在关注的一点, 就是之前在疫情期间呢,这些美股的科技股他们也有上涨,但是相较于啊, 像什么特斯拉这些新兴的科技巨头啊,他们的上涨的幅度是没有那么大的。 呃,然后在近期的这个回调就是价值领域在就价值板块再上来,然后成长股回调的这段期间呢, 他们呃,整一个的基本面其实是非常的稳定的,就他们的股价也有跟着回调一段, 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基本面的盈利情况啊,是有所提升的,那这样子就导致了这些科技股在原本从很高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呢, 呃,逐渐被拉低,被拉了下来。 呃,这个其实就是PE本身的一个计算公司所决定的,就是你的盈利上来了,然后你的股价下去了, 这样最终就会导致你的PE被拉下来,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经常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啊,是有必要参考他一家公司的PE值的, 如果PE值过高呢,意味着这家公司他的股价已经远超于他的盈利能力了,那这样子在,呃,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呢,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所以这最近就市场上面很多声音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关注回这些,呃, 呃,盈利表现十分良好,但是,呃,股价又有一定的回落的这些科技巨头们,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我右边的这一排字啊, 就是美国的这几大科技巨头,Facebook,苹果,微软,啊,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啊,还有Alphabet,不好意思,啊, 啊,亚马逊,奈飞,这些公司他们的,啊,所占据美国标普500的总市值里面21.4%,然后占据了纳斯达克100里面, 总市值的46.31%,接近50%啊,是很高的一个占比,所以如果大盘要上涨啊,是离不开这些巨头们的一个上行的, 啊,他们会对股市整一个会有很强的一个拉升作用,当然我们不能以结果倒推啊,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多一点去关注这些科技巨头们的一个价格走势, 那我们就更好的能够更容易的去捕捉到啊,这个市场是不是又再重新进入到了一个啊,科技股当道的一个周期 然后另一派呢,就是讲到价值股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一个啊,最好的一个投资机会了,会不会他已经太高了, 已经是时候该重新在入仓,就重新在建仓科技股,然后开始减持个价值股了, 然后其实我认为啊,就目前呢,这个情况其实还没到这样子,有以下一些原因, 这也是市场上面依然看好价值股的一些声音,呃,就是他们的论据论点, 就是通胀依然高起,短期商品的价格难以下跌,然后这一点呢,是利好价值股的,呃, 价值股公司的盈利表现的,比如说我们,呃,澳洲比较出名的FMG,就出口的这些原材料的这些公司,呃,就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一直没有下来, 所以对于这些公司的盈利表现啊,他们是至少在今年大概率是会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盈利水平的, 然后股价的根本啊,还是你这家公司能够为股东赚,赚来多少的钱,呃,即使是那些目前不赚钱,但是股价高起的这些公司也是股东对于这些公司的未来的盈利情况, 有很乐观的一个预期,归根结底还是,你要不现在能挣很多钱,要不就未来能挣很多钱, 总之你要能赚钱,所以这个商品的价格不下来呢,对于这些公司的盈利的支撑啊,依然是很强的, 那么这些公司大概率还是能够支出,就是能够交出一份比较好的一个财报的,那自然而然呢, 他们的股价呢,也不会太差,所以我认为价值股依然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然后在投资时钟理论,也就是美龄时钟理论中呢,在高通胀高增长时期啊, 也就是所谓的过热期的经济周期中呢,这种经济环境是比较利好防御型的周期股的, 然后这些呢,主要也是属于一个价值板块,价值股的一个领域, 然后还有就是通胀压力的一个高企啊,仍有提前缩减QE的可能性, 这对于经营稳定的价值股的冲击呢,是相对比较小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对于啊,就市面上就每一个机构啊, 他们有各自定价的一个模型跟逻辑, 然后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呢,比较通用的一个思考, 就是或者说一个参照物啊,就是无风险收益, 就是你,呃,你这一个股票啊,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回报, 一定要大于无风险情况下所能够带来的回报, 而什么是无风险回报呢, 也就是像国债,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种, 就大概率美国十年之内,他不会倒,这个国家他不会出问题, 那十年期的这个国债呢,就是行业里面比较认可的一个啊, 无风险收益的一个状况, 然后如果通胀压力太高啊, 然后呃,美联储他进行了缩减QE, 然后加息的这一系列操作, 就会导致十年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或者说债券的收益率上升, 然后就导致无风险收益率的一个上升, 那这样子市场对于风险本身的一个价格, 就是风险溢价的价格啊,就会有一个重新的判定, 这样子对于啊,科技股跟成长股来说呢, 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对于本身的估值并不高, 然后也经营很稳定, 现金流稳定的价值股公司来说呢, 这个冲击是要小很多的, 然后还有就是疫情过后啊, 各国政府追求就业的增长, 然后价值板块的企业大多数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相较于科技股, 那些所谓的扁平化管理的这些公司, 因为大部分价值板块的这些公司, 他们资产比较重啊, 所以他们手下的员工也会更多, 但是像科技股这些, 他可能会吸引比较精英的一个人群在里面, 对于普通的蓝领工人呢, 他们没有办法很好解决他们的一个就业问题, 这些东西更多的得要交给价值板块的企业来解决, 这对于政府来说, 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这时候让价值股的生存空间, 就这些价值, 这相关的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话, 或者说他们股价受到打击的话, 这不是一个政府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 然后还有就是即使已经有回调了, 但是成长股的价格呢, 依然是很高的, 并且目前没有让市场特别兴奋的增长点, 什么意思, 像去年三四月份六七月份之后的, 我们澳洲的afterpay, 或者说在美国的特斯拉, 这些就是得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出来, 能够刺激到一个市场, 近期国内是有一个刺激点的, 就是华为推出的鸿蒙系统, 然后所谓的鸿蒙概念, 最近这段时间也是长得不错的。 所以我在这边给一个结论, 就是我也不说磨能两可的话, 就是2021下半年的股市, 是大概率是会震荡中上行的, 然后已经处于比较低位的中国, 以及香港股市的各位, 大家就怎么说呢, 比较值得各位关注, 像我们平台上面交易的China50, 然后香港的HK50股指,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然后我也可以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很快就会推出港股, 就香港的股票, 像什么腾讯啊小米啊, 这些很快也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进行交易了, 如果人在澳洲, 然后对国内的股票的投资有需求的朋友, 一样可以扫描右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说跟我们的分析师联系, 然后我们在产品上线的第一时间, 就会通知大家, 我们在之后呢, 也会陆陆续续的推送一些, 或者说在各个场合, 去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有港股上面有哪些比较值得交易的个股, 如果各位有比较感兴趣的股票呢,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如果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就再聊一聊相关的这些股票的一个基本面, 或者说它潜在的一个增长空间, OK, 然后板块轮动本身呢, 是一个比较长周期的事情, 大家想一下, 从三月到现在, 其实也就短短的三个月一个季度的时间, 板块轮动呢, 不见得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结束, 很多公司的调仓啊,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进行完成, 因为大机构他们买卖股票, 不像我们今天买, 明天买就行了, 他们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事情, 像之前Morgan Stanley, 他们是增持哪一家公司, 好像是, 不好意思, 我不太记得具体的哪一家公司啊, 我当时是看了他们的整一个增持的计划, 是维持了大概有三四个月的, 就一有机会就买一点, 一有机会就买一点, 然后整一个的调仓是维持, 是进行了非常久的, 所以板块轮动啊, 它本身是一个较长周期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加上这些已经投资了价值板块的这些公司, 他们想要调仓也不会这么快能够做到, 所以板块轮动呢, 应该不会短短的三个月就结束啊, 然后还有就是投资不是单边博弈啊, 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虽然目前就科技就虽然说价值股本身, 价值板块本身还是依然有很强的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支撑, 但是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到科技股, 它有要复苏的迹象了, 那么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原本啊, 怎么说呢, 已经被我们抛却的科技股, 我们应该重新关注起来, 然后也需要适当的建仓, 或者说观察, 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们在入场,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科技股, 它本身是带着一些价值属性的, 价值股属性的, 像我刚刚提到的美股的那些科技巨头们, 像什么苹果之类的这一些, 他们本身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一个价值属性的, 因为他们很多生产出来的一些消费品, 或者说像Netflix的, 它的一个订阅量, 其实也跟经济的一个繁荣程度是有关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然后这是在高通胀压力下的加息预期呢, 会使得各国的央行随时可能做出新的一个利率决策政策的一个决议啊, 会有新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上一个月, 应该是上一个月吧, 就新西兰的央行就是决定要提前加息了, 当时纽币就是有一个短线的一个大涨, 然后上一次就上周美联储就说释放那个英态信号的时候啊, 就是美元也是短线上涨, 然后黄金短线下跌,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怎么说呢, 非常明朗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交易机会啊, 就是对于外汇市场来说,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主要经济体, 他们的一个利率水平已经处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目前的这个通胀水平, 他们做出利率决议的时候, 大概率就是做出决定, 他只能是提升他们的利息, 只能是加息, 就是很少机会有着别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一听到这个声音, 那就他们本币就很大概率是会短线有一个上涨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市场上面的消息, 然后等待这个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大宗商品, 也是最近客户问的比较多的, 都已经长得这么凶了, 然后近期又回调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入场了, 就是必须要说的是啊, 大宗商品它整一个的一个趋势, 大概率还是会在高位震荡的, 像我之前提到铜, 我说铜它也是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 目前它又怎么说呢, 在上涨到创到新高之后啊, 又一个短, 就是有一个比较急剧的一个下跌, 又回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位置, 那短期在下跌下来之后, 它可能又有一定的一个回升空间,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商品的, 它本质的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还是供需关系, 所以大家更多的要去注意就是疫苗的施打情况, 然后疫情的恢复情况, 然后像铜矿的它一个生产的周期, 是不是又在回来了, 又在跟上了, 或者其他的大宗商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 然后很多的机构啊, 近期是将石油的一个目标价定到了100美金, 也不是很多, 尤其是大忽悠就是业界比较臭名招商的高盛, 因为高盛他们经常做一些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他们是把石油的目标价定到了100, 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啊, 我觉得石油的上涨空间呢, 依然是有, 但是你说上涨到100, 我觉得暂时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大家可以长期的去观察未来的一个走势, 不好意思喝口水, 然后下一个板块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2021下半年的一个宏观展望, 其实大家因, 就是这个内容虽然说比较枯燥啊, 但是对于我们整一个的资产配置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也不是年初吧, 大概二三月份的时候, 第一次讲到板块轮动的时候, 当时就帮助我们很多的客户, 就是避免了一些亏损,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这些相关的, 就是更宏观一点的这些内容, 暂时听不懂也不要紧, 就是多听多几次, 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了, 可能就慢慢就了解了, 然后首先是2021下半年, 以及20, 其实就是我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啊, 主要是国内的一家券商, 华太研究的一个全球宏观报告, 然后这些内容呢, 我是自己看完之后, 我也做出了一点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些绿色的字体呈现在下面的, 首先是他们认为呢, 2021下半年, 以及2022年的全球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依然是能够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速的, 像今年他们在, 他们其实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预测美国2021年的一个, GDP的同比增长能够达到7.5%, 然后在之前美联储的一个预测呢, 是7%, 然后在上一次就上周, 美联储出新的一个利率决议的时候, 当天也是公布了新的一个GDP增长的预测, 就是7.5%, 所以华太的这个预测还是相当是准确的, 他们是先于美联储公布的数据, 先做出的这个预测, 然后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宏观经济足够强势的上涨啊, 依然是目前股市上涨的一个底层逻辑, 这也是之前我们有客户询问我们啊, 就三月份的时候股市跌的这么惨, 是不是熊市要来了, 当时也是跟很多客户沟通的时候, 也是说我前几次的网课的内容, 我也是有提到宏观经济足够强势的上涨, 依然是股市上涨的一个底层逻辑, 因为相较于2%到3%的一个通胀水平啊, 7.5%的GDP增长是更加亮眼的, 也就是说你的啊, 整个国民的整体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提升状况是高于这个通胀的, 那么整个社会所获得的财富啊, 也是在增加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各种资产的价格也是会映生上涨, 所以股市也毫不例外的也是在这一个内容里面, 但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年以来股市的各种震荡的, 因为股市它是这样子, 它是会经常容易受到情绪的一个影响, 它经常会在某一个就是特定的经济事件发生之前, 它就先有预期会先动, 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像击鼓传花里面就是最后拿到股棒的那一个人, 就是所以大家都都希望能够在市场下跌以前呢就先做出决策, 所以就是这个性质导致了股市总是会怎么说呢, 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一个比较急剧的一个下跌, 然后大家更应该担心的是2022年2023年之后GDP放缓之后啊, 这个通胀是不是依然在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还被迫要逐渐退出QE, 然后不断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话, 那这时候的市场的表现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了, 冲击, 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啊, 可能会进入一个叫做智障, 这不是骂人的话, 是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停滞, 通货膨胀的这种这么一个经济时期, 或者说经济周期, 这个呢就会应对起来就会比较的困难, 然后是关于通胀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预测啊, 就是通胀的粘性可能超过市场预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通胀它会维持的时间, 会远高于或者说远长于目前市场所预测的那样, 其实通胀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不同时期的国债收益率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得到两年期三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已经到了很高的情况, 这就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两三年内的通胀的这个状况啊, 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预期,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七年期, 十年期, 十五年期的美国国债呢, 他们的收益率, 然后却是逐步降低的, 就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 它是逐步降低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认为大概率通胀不会高起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个, 怎么说, 收益呢, 又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 但是华泰呢, 他们则认为这个通胀啊, 会高于就会久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他也给出了一个原因啊, 他们认为的一个原因啊,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然后我个人认为呢, 目前的通胀除了表现出来的供需不匹配而导致的价格上涨之外, 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疫情的恢复进度不统一, 还有就是目前全世界的一个供应链重塑的一个问题, 这也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去导致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商品价格的不统一, 或者说没有办法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就是这个很多公司或者说国家, 他们企图就是有点, 也不能说破罐子破摔啊, 应该说就借着这个疫情的机会窗口, 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供应链, 然后这个周期呢会相当的长, 三五年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都会导致这个通胀, 也就是所谓的各种商品的价格, 短期之内很可能没有办法再降下来, 当然这如果还是之前我提到那个GDP的它的增长能够足够的强劲的话, 大家是可以掩盖住这一点的, 就对于我们的生活呢不会产生太大的打击, 当然目前短期的这个高企的通胀啊, 肯定是怎么说呢, 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是更加的困难的, 所以就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我也是比较认同这一个通胀, 它的粘性可能超过市场预期的这个说法的, 然后下一点就是全球的财政呢, 是在2021年会保持相对的宽松, 然后2022年呢, 美国财政退出宽松的压力是很大的, 当然目前这还要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目前拜登的基建计划的一个推行程度啊, 当然肯定是困难重重的, 从目前所掌握到的一个情况也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它推行的并不顺利,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这一幅图, 美国的赤字的情况是非常的夸张啊, 大家在2021年就是各个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在进入2021年以来, 是在一定程度上放缓的一个刺激的脚步的, 因为这就相当于是拿我们子孙的钱, 在应对我们当下这个吃的不够饱喝的不够足的这个危机, 但实际情况下, 大部分人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所以说在一个本就不公平的一个, 怎么说呢, 分配体制之下, 这里面各个的一个刺激呢, 其实没有到最多的那些需要这些财政扶持的这些人手上, 所以这会导致更多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而这些高筑的债台啊, 大概率也是会让美国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得不为此买难, 当然如果美国继续耍流氓, 就不断的印钱, 通过转移这些外债来, 怎么说呢, 让自己的日子好过, 那当然是会受到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一个强烈反抗的, 然后我个人认为呢, 暂时漫不下来一个财政刺激计划, 让美国市场短期内是能够维持繁荣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的主要的金融市场, 还是能够保持比较强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然后在系统性的风险爆发以前呢, 都会是狂欢, 而澳大利亚呢, 比较幸运的, 我们作为原材料出口国, 我们是从中实打实的一个获利的, 像美国的基建计划, 他们需要采购更多的原材料, 铁矿石也好, 其他的铜啊, 其他任何东西都好, 这些我们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出口商, 是能够从这里面赚到不少的一个收益的, 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之前的中国市场啊, 但是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潜力的, 至少能够抵消相当大部分的一个损失, 就是失去了中国市场的份额, 澳大利亚很有可能是从美国市场, 或者说其他的市场能够找补回来不少。 然后美联储大概率在今年9月份的FORMAC, 这是他们之前的一个预测啊, 就华太认为他们会9月份在首次提及要削减QE的体量, 但实际上就在上周四的那个会议呢, 就已经提及了, 提前了要提前提及了要缩减QE的一个, 有了一个要缩减QE的一个讨论,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清不清楚啊, QE它是不等同于加息的, QE就是它的一个购债规模, 也就是那些各大企业啊, 或者说美国政府啊, 发行国债, 或者说企业发行企业债, 然后美联储买单, 把这些购债, 又把这些发出来的债券给买回来, 让这些, 让美国政府也好, 让这些企业呢, 企业也好, 能够不断的怎么说呢, 继续吸纳新的资金进来, 能够实现融资, 这样子才能保证, 就是企业的一个运转的状况, 如果缩减了这个事情呢, 那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会有冲击, 尤其是本身一个盈利状况就不是很好的公司, 那可能就会支撑不下去, 然后华泰呢, 他们是最后一点是提到, 他们会继续看好全球的一个工业品的价格, 然后贸易和生产周期的可持续性, 消费, 不好意思, 卡了一下嗓子, 就消费会是疫情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亮点, 其实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下面绿色的这些行字, 就是服务型的消费是目前市场上非常主流的一个认为, 2021下半年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点, 原因呢,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疫情稳定之后, 服务型的行业是能够迎来复苏的, 大家也知道疫情期间的很大一个冲击就是, 很多人不敢上街, 不敢去餐馆吃饭, 但是大家需要买的这些东西啊, 很多很多时候还是通过网购之类的等等, 等等手段, 还是能够成功的购买到的, 但是服务, 这些小服务型的消费, 是你人不到那个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到的, 所以这对于服务型消费相关的这些公司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在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 原本因为服务型消费这些消费的主力居呢, 还是一些富有的国家, 或者说消费力比较强的国家, 才能够就发展的更好, 所以这些主要的经济体在随着疫苗的逐渐施打, 然后免疫, 就是群体免疫的水平不断上升啊, 这些大家能够敢于上街去消费之后, 服务型的行业是能够迎来比较强的一个复苏的, 然后还有就是食物型的消费, 它也在疫情期间冲击比较小, 所以我刚刚提到大家可以通过网购啊, 这些其他手段能够在还是能够买到这些商品的嘛, 然后近期的一个商品的价格上涨呢, 也是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医院, 就很多普通商品的它价格已经太高了, 比如说大家平时举个比较极端点的例子, 比如说Natella就那个巧克力酱它涨价了, 大家可能就不吃这个酱了呗, 咱们就换一个别的吃呗, 或者说我们就不抹酱了呗, 我们换别的早餐吃呗, 就这些就大概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这种情况, 但是服务型的消费呢, 就是怎么说它本身就已经消除了很多了嘛, 那接下来就只剩一个向上的空间了, 因为它下面下方基本已经没有了, 整一个市场的也就是进行了一个重塑了已经, 那些原本的运营状况就不好的很多服务型消费的工资是已经倒下了, 但是呢, 因为怎么说呢, 可能我们近期我们买东西的这个欲望, 因为它的东西的价格上涨, 我们减少了, 我们买东西的欲望减少了, 但是我们依然是有一些物质上面的需求的嘛, 我们可能会去转而去寻找服务型的消费, 什么看个电影啊之类的这些, 或者说去做个马杀机啊, 对吧, 这些也很好理解, 所以服务型消费啊, 会是2021下半年可能比较看好的一个领域跟板块, 然后很多国家的居民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呢, 是积累了远超疫情前的一个储蓄水平的, 像我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美国都是这样,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然后大家的这个储蓄呢, 就为疫情之后的一个消费啊, 留下了足够强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支撑吧, 你手头有钱你才能够去进行消费嘛, 对吧, OK, 然后最后是分享一个个股啊, 福特汽车, 我就不细说了, 最后就把一个大概的情况跟大家过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看具体的一个报告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朝我们的小助手或者说直接跟我联系, 就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跟他们说要福特公司的一个引爆就行了, 福特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它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成立的老牌的工业制造企业的一个巨头啊, 公司的主要业务呢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移动, 然后一个是福特信贷, 然后右边呢是对每一个部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汽车部门很好理解, 就是卖汽车的, 或者说是租赁的, 不好意思, 信贷部门主要是租赁的, 汽车部门主要是销售的, 然后移动部门呢其实比较关键, 移动部门一直是福特不赚钱的一个部门,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多的设计, 还有研发这一类型的一个工作, 这些工作呢都是比较耗钱的, 然后他们本身的一个收益状况也很难直接反映在这个部门本身的一个盈利水平上面, OK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就是财务指标我也不详细去说太多的每一个资产类别, 或者说会计项目的内容了, 就讲几个指标就是RAOE这些, 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的这些数字啊, 从财务表现上面来看的福特过去几年的一个表现其实是比较差的, 这个是可以从福特本身的销量, 还有公司重组的这些动作的信息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些啊, RAOE这些数据, 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到2020年前, 所以极低的资产回报率啊, 还有股本回报率都显示出了公司过去比较差的一个能力, 盈利能力还有他的营运的效率, 但是在最新公布的福特的第一季报中呢, 他们的资本回报率却上升到了22%, 还是比较强的啊, 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汽车本身的一个价格,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上涨, 这就直接抬升了他们的一个盈利水平, 但是也不得不说福特进行了两三年的一个公司重组, 就不是整个大规模重组啊, 就是在内部不断的整改去消化一些过剩的人员啊, 或者说调整一些部门结构, 公司架构这种是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不得不说的是, 这也给了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通用汽车之前也是发生过破产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内部的一个资产利用效率太低了, 然后在他们那一次破产重组之后, 整一个福特就在接下来的几年又再重新慢慢焕发了活力, 现在在市场上面又再重新有了不错的一个竞争力了, 所以对于这些重资产的公司来说啊, 不断的去消化去改变, 去提升他们的一个资产利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面说, 福特是打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基础, 然后还有什么比较关键的内容呢, 就是我觉得对于福特比较利好的一点呢, 就是除开那些写在财报上面数据之外, 福特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让人关注的一个数据, 就是他们的市销率PS ratio, 这个市销率他们目前的这个数字是0.455, 这个略高于本田, 然后低于通用, 还有丰田其他的这些传统车企, 但是相较于新能源车企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很多的这些传统的车企都是有这么一个特征, 但是大家一定不能忘记这些车企, 他也有怎么说迈向新能源车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毕竟说受死了骆驼比马大嘛, 甚至说很多公司他们在很早就已经有新能源汽车, 或者说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一个技术积累了, 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或者说等手里的技术更成熟, 然后市场的接收度更高之后, 他们在一步就一蹴而就转进新能源车企的一个行列里面, 大家也看到目前在这一方面有加速的企业像大众, 像丰田, 他们都是在这一方面是有开始逐渐在加速的,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福特也不例外, 他们是预计是在2024年还是2025年吧, 一次过推出大概40款新车, 其中有半数会将会是新能源汽车, 当然这是目前他们CEO给下夸下的一个海口, 因为他们新的CEO上任之后总是要给出市场, 给出股东一个比较好的, 怎么说呢, 比较让人兴奋的一个承诺了, 然后就是福特本身12.66的PE, 1.75的PPE, 以及1.17的Earning Per Share,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表现, 因此随着福特大局挺进新能源市场, 再加上美国政府的有益扶持,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之中, 他们是很大概率能够, 不能说很大概率啊, 应该说他们是有机会能够被市场重新定价的, 然后怎么说呢, 市场对他们重新定价, 必须这中间我个人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一个资产利用效率, 还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内容, 相较于像特斯拉, 或者说蔚来啊, 这些公司这些单品就也不能单品带脾气, 就单品带体系, 但是这些公司他们的产品线就比较少, 然后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高, 也比较集中, 这个在苹果之后的很多公司啊, 他们都是采取这类似的一个策略了, 相较于传统的那些企业, 像宝洁, 他们就是有无数的产品线, 无数的子品牌, 然后像之前的汽车也是, 从10万到, 比如我以人民币为例啊, 10万到100万各个价格区间他们都涉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新能源车企, 也是继承了很多后来的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思维, 就也不能完全单品带体系了, 就是以少的几个核心的产品线为主, 然后为这些产品提供更多的附加值服务, 去深耕这些他们的, 怎么说本身就已经存在品牌中程度的这些用户, 然后这种打法呢, 他们的效率是更高的, 然后目前主流的资金呢, 也比较喜欢这一种商业模式, 然后目前福特是有一些困境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的, 目前欧洲市场上面芯片短缺的问题, 这个是对福特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就是走出来我说我要坐新能源汽车, 然后我要加速我在自动驾驶这一块技术的一个积累跟发展, 那偏偏没有芯片,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下一步了嘛, 这个就比较尴尬,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wholesale业务啊, 也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也就是说机构对于福特汽车的需求是有降低的, 然后就是他们在南美的, 这个wholesale业务的降低啊, 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芯片短缺的问题所导致的, 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整一个的销售状况的一个打击, 然后还有就是南美的业务调整呢, 也让福特的营收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缺口, 就是他们在南美有一个业务调整之后, 他们整个销量是逐年降低的, 然后虽然说他们在中国市场是找回了一些厂子, 但是这两大困境啊, 是抵消掉了他们在中国市场, 以及国际其他市场的大部分增长的, 这对于福特来说是目前比较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像这种传统车企, 他们的利润边际其实很薄, 所以说他们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盈利水平的一个降低, 对于公司整体来说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好的方面在于呢, 就是目前上涨的一个汽车的售价, 还有福特本身正在取得比较好成效的成本控制呢, 正在把公司的一个利润边际在逐步扩大, 所以说这几年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他们内部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程度啊, 是非常大的, 怎么说呢, 会对整一个公司会起到一个比较, 怎么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吧, 基本上又到了这家公司比较生死存亡的时候, 之前上一次大概是1617年1718年左右的时候吧, 就是当时中国的汽车销量达到了顶峰, 然后开始滑坡,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写出来的就是, 现在欧洲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钢铁铝的这个关税依然存在, 这个其实是削弱到了美国本土的这些汽车制造商, 这些汽车制造商的导致他们的产品本身就已经不够强了, 然后在国际市场中的一个地位又在进一步被削弱, 所以这一点呢也会影响到未来福特的一个销售情况, 然后从技术指标上面呢可以看到啊, 就福特在90年代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哈, 然后从进入21世纪以来啊, 就过几次比较大的下跌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08年之后, 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上涨, 一路上涨到2011年, 当时主要也是跟着整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上行, 然后在之后呢又下跌, 然后在大概在8块9, 9块钱左右的位置住了两个底, 然后又在反弹, 然后从15年开始啊, 就进入了非常漫长的一个下行通道, 这也跟整一个汽车行业到了一个由胜转衰, 或者说走入了比较西洋的一个产业周期的一个原因有关, 所以说近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革命啊, 对于整一个汽车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飞跃性的一个刺激, 然后福特的股价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直到疫情之后, 他们的股价才出现了反弹, 而且反弹的趋势也是非常的猛烈啊, 也是, 然后近期拜登的站台, 以及他们新任CEO上台之后, 说要推出就是大力进军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 然后大力的改进他们的自动驾驶的技术, 这个承诺是导致了他们近期股价起飞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从技术图表上面看啊, 他们是有了非常强的一个上涨了, 而且他们这一波的上涨是来得非常的迅猛的, 但是在经过这一,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去分析它历史的一个走势,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像以前一样, 他们走完这一波走势之后, 可能又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漫长的下跌了, 那这样子我们投资它就没什么意思, 但是这一次不同的点, 也是我刚刚提到的整一个汽车行业, 迎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大洗牌的一个机会, 然后福特呢, 虽然已经落后了好几个身位了, 属于第二三, 第三梯队吧, 可以这么说, 第二第三梯队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们有美国政府的扶持, 然后再加上他们自身的一个认识到了, 经营上面的一个问题之后, 希望他们接下来两到三年的这么长周期的一个改变中, 能够重新在市场中, 占据比较有利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大家可以进一步观察这一家公司, 然后他们具体的, 怎么说, 指导架之类的这些会在我详细的报告里面, 有兴趣的可以扫描右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去找他们所调报告,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是打广告时间, 我们GoMarkets中文部能够提供的中文服务呢, 包括每天及时的一个市场信息, 像我们开盘的时候, 我们的老客户都知道会收到我们中文的短信提示, 然后我们也经常会发布一些中文的短视频, 给大家提供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的形式,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提供分析报告, 像刚刚聊到的福特汽车也是分析报告中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每周都会有线上的直播讲堂, 然后我们近期也想多收集收集大家对于我们直播内容的一个看法, 就不知道大家希望我们多聊一些哪一方面的内容呢, 你可以留下你的一个想法跟我们沟通, 然后我们的中文客户呢, 是能够分配到自己专属的一个客户经理的, 然后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跟您的客户经理去沟通去了解。 OK,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很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希望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再会,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到时候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分配分析师跟大家联系。 OK,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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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